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来到老东托邦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韩国的案件,还有一些邪教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起韩国的怪谈 说到韩国的怪谈,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昆驰岩精神病医院 那我曾经也做过一期关于昆驰岩精神病医院的视频 毕竟是曾经被搬上过大荧幕的事件,流传度比较广一些也是正常的 而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韩国怪谈,在韩国国内实际上要比昆驰岩更加广为人质 但是在中国国内却很少有人提及 事情发生在1991年,韩国普向市的一处公寓住宅区 我查看了最先分享这个韩国怪谈的帖子 那帖子中的发帖人并没有提到这个小区的名称和位置 我猜想应该是发帖人比较想避免一些后续的一些问题 毕竟目前在这个小区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居住的 也可能是他害怕被开发商给告上法庭 不过随后呢,仍然有很多细心的网友 根据帖子中所描述的一些细节 找到了这个小区的名称和位置 那这个呢,我们放到最后再说 1991年的时候,韩国某地产开发商在普向市投资开发了一处楼盘 因为地段非常好 再加上当时高端公寓住宅区在韩国算是比较少见的 那开发时期呢,就有很多人预购了 而这处楼盘呢,在建造的时候就频繁有意外发生 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以及在工地附近玩的小孩子 一共有十几个人意外死亡 而死因呢,都是突发性的心脏麻痹 这些人在死亡之前呢 都给自己的家人和同事说过自己的一个奇怪经历 他们说在工地附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那这个女人开口的第一句话说的就是 很高兴认识你,我住在哪里哪里,你住在哪里啊 而见过这个女人之后 这些人都在两到三天之内死亡 因为当时的死因就是心脏疾病 没有任何他杀的绩效 那死者的家属呢,就都没有报警 就这样大概在一年之后 小区的27栋高层住宅全部都建造完成了 在完工后的两天 所有的住户基本上都开始入住了 就在居民们纷纷沉浸在搬入新家的喜悦的时候 怪事在三个月之后悄悄发生了 这种小区的112号楼14楼1401号住着一对新婚夫妇 而这对新婚夫妇呢 打拼了几年攒钱付了首付买下了旧的房子 小两口呢每一天早上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在吃完早饭之后呢去晨练 这一天呢小两口像往常一样 去公寓小区后面的一个小山上去晨跑 老公呢要比老婆跑得稍微快一些 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在登山的小路上跑着 突然之间女主人看见老公在前面不远处停了下来 一个人站在原地 手舞足蹈的在自言自语 女主人快步追上了老公 只看见老公那个时候对着空气举了一个弓 像是跟谁打招呼一样 然后就接着又跑了起来 两个人晨练之后回到家里 女主人就问老公说 你刚才在跑步的时候在干嘛呢 一个人手舞足蹈自言自语的 老公说的 啊你没看见吗 刚才我在跑步的时候遇到住在咱家楼下1301号那个女人 她过来跟我打招呼来着 说很高兴认识我 然后我也跟她打了个招呼 就这样啊 老婆一脸不解的说道 哪有人呀 就你一个人呀 你是不是没睡醒还发抑郁呢 那老公这个时候也一脸委屈的说 有人啊就是有人啊 这小梁可就这样扮了两句嘴 就各自上班去了 那女主人上班了一天都心不在焉 她就觉得早上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 还因为早晨的争吵而对老公心怀歉意 下班之后呢 女主人就去菜市场买了很多菜 想要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给老公 顺便跟她和解 可是当她买完菜走到自家门口的时候 发现自己家的大门是虚掩着的 屋里面没有开灯 她拎着菜走进屋里面 边喊着老公的名字 心想 这是不是老公下班提前回来了 可是回来之后为什么不锁门不开灯呢 可是当她走进卧室之后 眼前的一切惊待了她 早上还好好的老公瞪大着双眼死在了卧室里 女主人尖叫着贪染在地上 这叫声引来了周围的邻居 那警方和救护车很快就赶来了 可是当老公被送到医院之后 医生却说她早已经死亡多时了 而死因呢就是突发性的心肌梗塞 在办完了老公的葬礼之后 女主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那老公平时没有任何心脏方面的疾病 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这个时候她想起来 带老公死的当天早上 遇到那个奇怪的女人 于是呢她就来到了楼下1301号房 她敲了半天门都没有人开门 这个时候女主人去找到了大厦的管理员 问大厦管理员说 1301号房是不是住着一个女人 这个时候大厦管理员说 1301号房是整栋大厦 唯一没有人入住的房间 而这个时候1401号房 男主人离奇死亡的消息也不进而走 在灵里间都传开了 一周之后还是112号楼 这次怪事发生在了808号住户身上 808号房住着一对40多岁的中年夫妻 这两个人虽然没有孩子 但是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 这一天呢他们像往常一样 吃完晚饭之后呢 在家里看电视 渐渐的夜色已深 这两个人就关了电视 回到了卧室 躺在床上准备睡觉 那这个时候累了一天的男主人 突然跟女主人说 哦今天白天我看到了 住在楼上1301号房的那个女人 她跟我打招呼来着 还问我是不是住在808号 我不知道她怎么认识我的 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她 你见过她吗 听了这话之后的妻子打了一个冷战 显然老公还没有听到 邻里之间相承的那个怪谈 1401号房间的男主人 就是见了1301号的这个女人之后 离奇死亡的 而1301号根本就没有住任何人 那老公一看妻子脸色涮白啊 就说哦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那女主人当然也不敢把这话 告诉自己的老公 她一晚上提心吊胆 也不敢睡觉 一直看着老公 一直到凌晨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 当女主人一睁眼 仍然看到自己的老公 瞪大着双眼死在了床上 而死因仍然是急性心急梗塞 短短几个月之内 已经有两个人无辜死亡了 整个小区的居民 顿时陷入了一片恐慌 尤其是112号楼的居民 已经开始挂牌出售 他们新买下的这个公寓了 但是流言四解 大家都在相传 这个小区有闹鬼的事 根本就没有人前来买房子 房价也从一开始的 一亿两千万韩币 跌到了八千万韩币 112号楼的房价 甚至跌破了六千万韩币 也就相当于35万人民币左右 可就在这个时候 112号楼的705号房又出事了 705号房间住着一位年迈的夫妇 两个人可能是出于寂寞吧 也可能是为了补贴家用 他们就把他们两室一厅 房子中间的一间 出租给了一个乡下 来普向上大学的大学生 这学生呢 每一天上课早出晚归的 有时候会在图书馆 带到凌晨才回家 但是即使这样 这个学生和这对年迈老夫妇的 关系相符得非常的融洽 学生有时候晚上没课的时候呢 就会早点回家 陪年迈的老夫妇吃饭 甚至跟他们聊天 那年迈的这对老夫妇呢 也把这个学生 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 每一天学生出门去上学之前呢 老夫妇都会交代他说 出门小心车 在学校里面好好学习 中午饭记得自己买着吃 而自从112号楼的两位住户 无故死亡之后 老夫妇开始每天嘱咐大学生说 出门的时候 如果遇到陌生的女人上来搭话 千万不要搭理他 而这个大学生嘛 年轻人是个无神乱主义者 他觉得这都是邻里之间相传的怪谈 根本就不足以相信 这世上哪有什么鬼啊神啊之类的 可是就在808号男主任 去世之后的10天 这个大学生突然哭着跑回家来 跟这个老夫妇说 我今天看到1301号房 那个奇怪的女人 我是不是要死了 老夫妇听完之后先是一惊 然后走上去 拍着大学生的肩膀说 没关系没关系 这些都是谣言 你先冷静一下 可是整整一个晚上 大学生仍然是坐立不安 那老夫妇呢就决定 晚上让大学生去他们的房间 跟他们一起睡 老夫妇给大学生冲了一杯热牛奶 拍着他的肩膀 总算让他冷静下来了 看着他一点一点进入了梦乡 老夫妇也尝出了一口气 渐渐的睡下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天一亮 老夫妇仍然看到大学生 死在了自己的卧室里 瞪大着双眼已经没有呼吸了 一看就是被什么吓到惊吓而亡 从那以后呢 112号楼的居民们再也坐不住了 他们觉得如果再在这里住下去的话 下一个死的人很可能就是自己 大家联名向当地的法院请愿 要求赔偿购房的费用 好让他们尽快从那里搬出去 可是法院对这种 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事 肯定是不予理会的呀 那这个时候小区的居民们 就转向找到了开发商 他们联名向该发商索赔 想要开发商赔偿他们的购房费用 就这样双方争执在几年之后 开发商终于同意这些居民的要求 他赔偿了112号楼所有居民的购房款 并且把112号楼给拆除了 但是奇怪的是 当112号楼拆除之后 怪事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那故事呢到这就说完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到底只是一个故事 一个都市传说 还是说这真的存在这样一片小区 真的有这样一件怪事呢 首先呢 从头到尤 我没有在网上找到任何关于故事中所描述的 三个死者的新闻 那这个都市传说的来源呢 实际上就是韩国网站上的一篇帖子 那么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 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地摊文学 而帖子的开头第一句话说是 事情发生在距今13年前的1991年 也就可以判断这个帖子最先发帖的时间 应该是在2004年 但是如果真的存在这么一个小区 有这么一些怪谈的话 为什么事情会在13年之后才被人翻出来重说呢 就当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就是一个故事的时候 有一些新鲜的网友找到了浦像这个小区的位置 根据文中所描述的建造时间和地理位置 很有可能就是位于浦像北区龙兴洞的友邦城公寓住宅区 而仔细看这个小区的公寓楼号码 你会发现真的没有112号楼 难道说真的是因为当年的这些怪事 这开发商才把112楼给拆除了吗 事实上这个小区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那里住的 当地的居民确实在小区的附近 发现了一栋被拆除到一半的公寓 那这公寓楼是不是传说中的112号楼呢 如果仔细看小区公寓楼的分布图 大家会发现这个小区的公寓楼编号是从101号到125号的 其中不单单是缺失的112号楼 104号楼也是找不到的 也就是说这个小区实际上只有23栋楼 而不是像帖子中所描述的是27栋楼 而小区中不单单缺失了112号楼 也缺失了104号楼 但是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 韩国人实际上和咱们中国人一样 也对4这个数字没什么好感 很多公寓小区都没有4号楼 包括104 204都没有 电梯里也会用F来代替4层 因为4在韩语中的发音也有死的意思 那么会不会有邦城小区 从一开始就没有规划104号楼呢 那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04号楼不存在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112号楼也不存在呢 我个人呢还是比较怀疑这个怪谈的真实性的 因为能找到关于它的真实资料实在是太少了 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说无风不起浪呢 你不能因为这个帖子中出现一些漏洞 就否认这件事情真的发生过 不知道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有没有人住在这个小区的 有没有人知道当年真正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对这个怪谈是怎么看的呢 好 今天就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拜拜